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鼻蓝 欢迎来到民族阵线 那么昨天呢是618 可能在海外的这个同胞呢 不太清楚618什么意思 618呢是中国一家互联网 这个网商 叫这个京东 就刘强东那个京东啊 他开创的 模仿这个 阿里巴巴的淘宝的双十一 天猫双十一 那么他搞的一个购物节 但是从昨天这个618的这个数据来看呢 基本上是很冷清 很冷淡 为啥呢 老百姓兜里没钱了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你老百姓兜里没钱了 就会焦虑 就会什么 就会不满意 然后呢 这个就是给执政带来一些压力 那么我说过 我们是中华民族主义者 这里这个平台是中华民族主义者的精神阵地 所以我们希望的是国家 能够稳定 因为我们现在的外部敌人 也是 你看美日英傲 对吧 在这个地方 虎视眈眈的 所以说我们都是希望内部能够最大限度的 能保持一个稳定 当然你这个稳定是要达到一种平衡的 是要有一个 是不能突破一些界限的 对吧 大多数中国的其他地区还是很不错的 但是你像这个河南跟河北 确实在扯华夏族的后腿 在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后腿 所以我认为这个地方的这些官员都是不合格的 有的时候我认为 就像老兵之前讲的 你说这些政法系统 现在呢 这么盘根错节 长期在这个地方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 现在的大学生又这么多 毕业了又没地方去 那怎么办呢 还不如说让这些大学生去干这些警察 对吧 让这些品质比较好的人 去执政卫民 去执法 那么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 那么真的是有点气不过了 为什么叫气不过 因为现在胡锡进在内网也公开的就是 承认跟这个批评 河北唐山的 这种做法 他们现在就是在非法拘押这些 非法扣押这些记者 那你想想看 你全国众目睽睽之下 你的所谓雷霆风暴 不是去扫黑的 你的雷霆风暴是在扣押记者 对吧 那你在这个地方 你起到的是什么样的作用 还有这个河南也是 我们一起来说 两个河 黄河以南和以北 中华文明的发源地 两个中国华文明的发源地 现在是成了这个屌样 那你河南呢 是不是 河南你那些储户的钱是怎么没有的 对吧 网上很多的帖子跟消息都在透露说 当然了 我不看这些帖子 我都知道是什么意思 不就是叫老百姓去兜底房地产吗 叫老百姓去兜底这些房地产泡沫吗 让老百姓去损失这些钱 然后你们呢 官商勾结他妈的 在这个里面 帮这些房地产商人 帮助他们 在规避风险 损失的最小化 让老百姓损失最大化 但老百姓你有维稳工具 可以去搞它 对吧 是这个意思吧 所以我说过 你这种东西你搞了 很危险 你已经越界了 这是会引起民变的 这是越界的事情 那中国老百姓 我说过已经是 在中国当官是很幸福的事情 因为中国老百姓是全世界最听话的 对吧 大家是都是 想要过美好的生活 我们的觉悟是很高 中国老百姓的觉悟是非常高的 一个是过好自己的生活 第二个 大家心里都有一股子气 骨气 什么骨气 知道不给社会添乱 不给国家添乱 不给民族添乱 而是说正众志成诚的 做好民族的每一个螺丝钉 让民族伟大复兴 你中国现在你的这个成就 当然了 是中共领导下 政协领导下 没错 但是也离不开中国老百姓的 出功出力 对吧 但是呢 你像你们这个两个河的这个做法 确实让中国老百姓心寒 让河南跟河北的老百姓心寒 那我就说过了 对吧 那他们呢 怎么办 你用这么黑的手段 那人家就怎么 人家就离开了 离开这里可以吧 我到外边去行吧 中国三百万以下人口的城市 自由流通的 没有什么户籍限制 它只有大城市有户籍限制 你三百万人以下的城市没有 那别人就走了 人家去南方了 不待在你这个地方 破嘎啦的这个洞里面去了 鸡脚嘎啦的地方 是不是 人家以后都没事在网上唱歌 对河南河北的老乡说 兄弟啊 想你了 你的内嘎啦还好吗 是吧 来说内嘎啦还好吗 是不是 现在就是这种情况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胡锡进是怎么说的 所以我说这个 唐山是真的 你这个雷霆风暴是针对谁的 那么在说之前 老兵想说一句 那个现场的那个图片 我们也 昨天也看到了 其实呢 我早就看到了 但是我还是一直都是在证实 那到底是不是 那个烧烤店的 侧面那个走廊巷子里面 那么现在看来呢 是的 有四滩血迹 就是被打的那四个女生的 四滩血迹 其中呢 有两滩呢 有一滩呢 是血量最多的 还有一滩呢 其次 还有两滩呢 属于轻微的血量 那么也就是说 这样的伤 我们广大网友 绝对不相信 是所谓的轻伤 这绝对不是轻伤 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 你都把人打得吐血了 还有内滩血 血量那么大 到底现在能怎么样 你也没个说法 你只是在封锁消息 你只是在维稳 你只是在搞一些 过线的事情 我说过了 人家犹太人那么坏 犹太老那么的 那么狡诈 统治这个世界 人家都知道 对割韭菜这件事情 你不能把根给刨了 你把根给刨了 你上哪割韭菜去 是不是 即使你要腐败 你要贪污 你也要有这么一个温床 也要有这么多人 在这里创造财富 你把人都给逼走 都给赶走了 都给吓跑了 对不对 我就说了 不要 尤其是唐山市 不要以为你是河北 好像GDP第一名 你就不得了了 中国的老百姓 对吧 就好像上次对徐州 那个封信铁链女一样的 那是点在人心中的愤怒 对不对 那那个徐州铁链女 你知道中国网友 是怎么干这个徐州的吗 到网上去一搜 上市公司 主要带徐州的 全部砸 砸那个股票 有很多庄家带头砸那个股票 把那股票全部砸下来 只要是徐州生产的东西 绝对不会买 徐州生产的东西 就绝对不买 到现在也是这样的 大家就是这个印象 包括我也是 只要你徐州生产的 我就不会买 就这么简单 对吧 因为你这个事情 你们没有处理好吗 对不对 你们有权利 我们没有权利 那我们就无声的去 对吧 用这种方式 信心之火可以燎原的方式 聚杀尘塔的方式 把你这个城市GDP打掉吗 就这么简单 对不对 那么我们来看 唐山 绝不因粗暴对待 前来采访的外审市记者 这是胡锡进写的 尤其不能临时扣留他们 删他们合法拍摄的新闻素材 那样做不仅于法无据 而且只会加重唐山面临的愚情 最终事与愿违 烧烤店打人事件 将唐山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目前唐山的实名举报封起 他们那些是旧案 而且烧烤店打人案尚未完结 围绕黑恶势力以及保护伞的质问 势同排浪 唐山发起了雷霆风暴专项治安行动 表示绝不放过一案 但舆论的压力仍在不断增加 客观说不只是唐山 中国哪个地方的政府遇到这样的舆情 海啸都很难适应 各地政府往往更希望媒体和网上舆论 配合政府的治理 出现问题时 协助政府获得做出改进的时间和空间 而不是强化舆情 导致地方上更加被动 我们早就说过了 中国的网民是可以配合你 尤其是你的常常是可以配合你 对吧 配合你的治理 但是你得给社会一个 你得给社会一个交代真相 把事实交代出来 对不对 如果说这四名女孩有人死亡 或者说有人重伤 或者说成了植物人了 我相信中国的老百姓怒火 是冲着这些施暴者去的 冲着这些施暴者去的 而不是说会冲着唐山政府去 因为大家还是有一个 是非取值的一个基本判断的 不是像那种西方 或者像台湾那种渔民一样的 说啥就是啥 媒体说啥就是啥 对吧 大家都会判断 一码归一码 他们是施暴者 顶多是督促你 赶紧掰 但不会说像现在一样的 对你质疑 甚至是对你这个城市的抵制 大家全国现在 你看那个打开手机 只要那个微信聊天群里面 或者说微信的这个 这个朋友圈里 人家就说 哎呀 问一下唐山的朋友 你们那去世 是不是要办签证 是不是要搞 是不是成为特别行政区 跟香港一样了 你说这个话 你说你多丢人了 这个话 是不是 是不是 咱们想替你说话 对吧 替你们去引导一些舆论 都没办法去做 因为你们吃相太难看了 你们已经这样做法 已经是得罪了 中国广大网民 和中国广大的这些媒体人 你说你控下这些记者干什么 他们拍就让他们拍 是不是 深圳不怕影子外面 那说明你的问题 是特别黑暗 特别恶劣的 那人家才没办法 是不是 你去删人家 这个里面 人家拍的你有什么权力 去删掉别人 叫别人去删掉 而且把人家扣押起来 你这是属于什么行为 你属于绑架行为 是你政府在绑架人民群众 尤其是你这个地方政府 这干什么真的是 那人家现在怎么样 那如果说我现在在唐山打工 我赶紧离开唐山了 万一哪天我被打了 没有办法伸张正义 对吧 唐山市的工钱法 不是我的Godfather 不是我的教父 替我伸张不了正义 我只能吃鳖 因为你们太黑了 对吧 你们牛逼到可以在海上 可以杀人 这个事情都不了了之 你可以牛逼到 到内蒙古吃风市 去打砸派出所 把警务人员给打上 把其他的地方的警务人员打上 这事也不了了之 对不对 唐山现在呢 这个事情呢 如果说没有人包裹出来 是不是也不了了之 对不对 你说啥没用 让人家家属出来说话 或者让人家女生 自己出来说 能开口自己讲话 这个事 怎么怎么样 那大家就信任 你就没有这个 这个事情为什么在网上 与舆论下不下去 不就是你这种做法导致的吗 是吧 这样的思维近年来 在地方政府和一线职能部门中 是有所强化的 因而唐山市地方记者的态度 应当说并不特殊 但是这种思维 遇到唐山这样的爆点舆情 肯定要碰钉子 公众要知情权 要舆论监督的意愿 会在爆点舆情中充分释放 与束缚激烈摩擦 这个时候如果发生粗暴对待记者 一定会成为次生的新焦点 进一步推高事情的乐度 总的来说 官方要尊重媒体的基本属性 不能让媒体充当在一个又一个 具体事件中的辅助治理工具角色 媒体都是要凑热闹的 他们的建设性 也只能通过凑热闹的方式来实现 这与政府治理的建设性 有路径差异 二者的协调是一种 需要想象力的逻辑 它只能在更宽阔的框架下 实行完成 对吧 所以说 后面的一些话 我也就不说了 大家感兴趣自己搜一搜 那么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河南 这个红马事件 许昌警方已拘捕一批疑犯 健康马无故变红马 受舆论乐意 同时亦引发了民众 对河南多间村镇银行 爆雷一案的关注 周六十八日 许昌市警方对案件发布 最新警情通报称 警方已对一批疑犯进行拘捕 并将进一步加大办案力度 通报称 四月十九日 许昌市公安机关 依法对河南的新财富集团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涉嫌重大犯罪立案侦查 现初步查明 一年以来 以该公司实际控制人 吕某为首的犯罪团伙 涉嫌利用村镇银行 实施系列严重犯罪 通报称 目前案件争办取得积极进展 公安机关已抓获一批犯罪嫌疑人 依法查封 扣押冻结一批涉案资金资产 通报表明 该案涉嫌犯罪行为 持续时间长 参与人员多 难清十分复杂 公安机关将进一步加大案件征办力度 不让犯罪分子逍遥法外 逃避惩罚 进一步加大追责完损力度 维护人民群众合法利益 同时发布案件征办阶段性进展情况 另一句早前报道 为了阻止有人上访河南当局利用 健康码做文章 赋予设施村镇银行储户 红码已限制出行 对此郑州市机委监委 已启动调查问责程序 大家想想看 一个地方是人的生命权都没办法保证 一个地方是人的最基本的储蓄 都没办法保证 是不是 这个东西是想干嘛呢 对吧 你这个河南的这个事情 我刚才不是讲了吗 据这个传言讲 不就是给这些房地产兜底吗 你村镇银行说句实在话 我跟各位说句实在话 除了中国那几大银行 什么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其他一些地方银行的钱 你都别去存 我就跟你说句实在话 而且还别说这种什么村镇银行 不三不四这种什么银行 这种银行说难经典 他不就是来坑钱的吗 谋财害命的吗 对不对 把你的钱他妈卷了 看你怎么办 所以你就知道 为什么最近像什么王志安呀 五月散人呀 像是这些人 他的粉丝能够那么快 下面评论能那么大 原因是什么 不就是这种原因吗 你要知道 政府跟百姓之间是有一条线的 有一条线 你是不能踏破的 就像这个开赌场一样的 人家开赌场的都讲 你至少说让客人看起来 游戏规则 是很公平的 对不对 即使你在出老千 但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但是如果说你公开的出老千 当着你的面 我跟你打这个牌 我政府跟老百姓打牌 我他妈当着面 我出老千 那你说老百姓会怎么想 会怎么去思考 所以说老兵还是那一句话 我们作为民族主义者 希望这个国家繁荣昌盛 对吧 也希望我们能完成民族伟大复兴 统一大业 等等等等 但是真的 尤其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尤其是考验一个执政水平的时候 真的 中国百姓要求不多 你能保证我一个有良好的治安 生命得到保障 能让我存的钱能取出来 这是最基本的了 难道这个还做不到吗 对不对 感谢各位顺序 我是老百姓 希望点赞继续 谢谢